提醒大家现在要到马来西亚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国会大选 在今天上午台北时间结果出了 那么执政党继续获得了连任保住了政权 不过当时引发了质疑 因为怎么会突然停电在开票过程 那么电一来现场突然出现了好几箱的票柜 也让大家质疑根本就是执政党在作弊 游览车载着满满外劳去投票 瞬间点燃民众怒火 有人气氛砸车 还把外劳逼到墙角围攻 一言不合爆发激烈冲突 困乱中不少人挂踩 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 马来西亚反对派高喊抓鬼 戳破执政党动员外劳投票的奥夫 有印度裔民众被误认为孟加拉外劳 遭激动选民围剿 还有外劳被要求现场唱国歌 结果唱错被抓包 网友自制影片 挨到民主已死 还有人把疑似外劳投票工的身份证 拍照PO上网 名将木瓜并高丽菜 警察把来历不明的票箱 强行护送到执政党选情告急的地方 好几个开票所多次停电 停电后出现许多幽灵票箱 执政党候选人离其逆转胜 政府在争议声中继续执政 但一场选战已经撕裂了马来西亚 下期新闻翻译一步道 好新闻